前不久,俄军罕见披露了一系列高精箭武器系统,比如海电核动力巡航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先锋高超音速导弹,萨尔玛特重型洲际导弹,博赛东水下潜航器,佩列斯维特战斗机光综合体。 俄军空体系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式突破,主实是让西方政客震撼了一把,但是回过头来看看这些高精箭武器,它们并非凭空造出来的,而是基于苏联时期的雄后技术基点。 海电核动力巡航导弹,以俄军最新曝光的佩列斯维特战斗机光综合体为力,这是一款战役战术级地面机动部署的激光武器。 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就发射了一座大型太空武器站。 这座太空武器站的终极使命是在太空对敌方处于起飞阶段的重际导弹时实激光攻击,并最终发展成可以在太空部署清淡的太空武器站,同一黑色的极第一号太空武器站。 这座太空武器站为了掩人耳目,被命名为和平二号空间站,由能源号重型火箭发射升空,和平零下二号空间站,也被称为极第一号太空武器站。 极第一号平台本身并不是很神秘,它是由和平的号空间站和闲航的备舰,及相关技术建策而成,只是上面搭载的三合图出了军事作用。 美国专家蒂夫威因此,铁平极第一号时说,很多人都认为美苏太空站,都只是纸上谈兵,实际上双方都是懂真格的。 极第一号,这枚红色死刑就是例证,包括现如今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都是当年的星球大战计划的重生。 和平号空间站,苏联在发射太空计划时,往往以军事用图为先导,在极第一号以前, 还有著名的铃炮系列空间站,该系列空间站大多数也都是军用空间站。 经过一系列铃炮空间站的运行经验总结,苏联专家认为在军用太空站进行有人部署,是极大的灾害浪费。 因为事实证明有人空间站在军事领域而言,不仅成本高,技术难度大,同时在执行任务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独特的优势。 所以极第一号一开始就是一款无人军运空间站项目,该太空武器站长约37米,直径4.1米,重重量接近90吨,与中国正在建设的兼工空间站是同等重量级。 当然后者的体积更大,极第一号效果图,极第一号太空武器站,配备了大型激光武器,太空地雷模拟测试器,可以对一切来袭太空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同时也配备有飞船接口,便与航天员在太空站出现机械故障时进行维修,或者补加烂料。 搭载极第一号升空的能源号重型运载火箭,也是人类航天技术的极大成者。 该火箭最大起飞重量为2400吨,能搭载了105吨有效灾荷,与其他运载火箭不同的是,能源号火箭顶部并非载荷搭载舱,而是将有效灾荷置于星级火箭的侧面。 迄今为止能源号只进行过两次发射,第一次就是搭载极第一号的发射任务,由于能源号本身无法将有效灾荷直接送入禁地轨道, 而是飞行制压轨道号游载和自身携带发动机点或进入禁地轨道,背负着极第一号的能源号火箭,由于极第一号的远地点变轨发动机未能正常工作,最终导致极第一号远落南太平洋。 虽然这座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太空武器站,没能进入轨道,但是它的技术遗产,依然服务着这个国家的后来者。 再回到文章开头时,提到的俄军最新公布的六大高精尖武器,其运用的大多数技术都是苏联当年的技术储备,甚至包括现如今国际空间站的曙光号和新藏。 其技术都源于那座神秘的太空武器站,即第一号。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